另外,多數人會感到疑慮的是 注射玻尿酸之後 會不會長時間沿流在身體裡無法吸收 這時候該怎麼辦 雖然說玻尿酸的生物相容性非常高 可以在體內慢慢地被分解吸收 但的確也有組織切片的報告顯示 玻尿酸可以才能在人體內 長達10米以上的時間 然而,只要玻尿酸與組織的相容性好 不要形成異污肉芽種或是結結的情況 其實並不用太擔心殘留在體內的玻尿酸 會對人體造成嚴重的危害或是毒性 那就算是發生了異污肉芽種或是結結的情況 也可以透過注射玻尿酸的降解酶或是外科的處置 來達到改善的狀態 不太需要太過擔心